婚姻幸福是一门学问,经营婚姻是一门技术。 很多人,家财万贯,吃喝不愁,却日子过得磕磕绊绊,一点都不幸福。 而有些夫妻,日子拮据,却相亲相爱,同甘共苦,生活快乐。 相爱的人,打打闹闹,却其乐无穷,感情破碎的人,生活中步步惊心, 却依然矛盾重重,虽小心翼翼,却依然难称心如意。 有时候,不是你不爱了,而是你不知道怎么相爱,不懂相处,控制不住情绪, 让彼此变得针锋相对,任何一点异常都能成为婚内矛盾激化的导火索。 其实,有些事,看似都是生活琐事,看似都不大,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,你做了,那对对方可能就是一种伤害。 等你把对方的伤到失望到绝望,或许,婚姻就走到了终点。 所以,我觉得那些能够携手婚姻生活的人,一定是有爱的夫妻。 那么,为了生活幸福,以下几件事,不管你们感情是好是坏,千万不要去做。 第一件事,付出不要想着有回报。 很多时候,我们总想着付出才会有回报。 我爱着你,所以你也应该爱着我。 当付出胜过关心时,这个爱就变成了交换。 付出了就应该会有回报吗? 其实不是这样的。 当你很爱一个人时,才会想着要对你好,不能把感情当作一场交易。 不是因为付出才有爱,而是因为我爱你,所以我想要付出。 人到了中年后,对于婚姻或多或少,都会有这样的困惑。 表面上看似非常融合,实际上两人的关系非常冷漠了。 一个人不问,另一个人也不说,就像是两个陌生人一样。 好像婚姻就这样被定格住了。 第二件事,不要挖对方痛点。 我有一位朋友曾向我哭诉,他说,他的丈夫每天跟他讲话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。 每天回到家,就是对着手机也不跟他说话。 他曾尝试过沟通,但得到的回应很冷漠。 明明是两个人的事,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事了? 婚姻中没有沟通,注定是一次悲剧。 看似和谐的表面,其实两人的心已经越来越远了。 久而久之,这个婚姻就变成了凑合过日子。 生活的浪漫也就消失了,两人之间还每天挖苦对方的痛点。 有一次,我的这位朋友忍无可忍,他们吵架了。 在吵架的时候,就挑着丈夫的痛点回击,觉得丈夫根本就配不上他。 而且丈夫还是个离过婚的,所以他出口根本没有留情。 也是在那次吵架中,丈夫落入了下风,就离家出走了。 到了这个时候,他才非常后悔,觉得有些话真的不应该去说。 现在想要去补救已经来不及了。 语言就像是一把戾气,有时候一句伤人的话,真的可以给对方造成很严重的伤害。 第三件,不要想着控制对方。 过度地控制对方的生活,也是婚姻中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。 要知道,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有着各自的喜好和思想。 我们可以给对方提建议,但要对方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,用爱的名义强制要求。 那么这是一种变相的感情绑架了。 其实真正的爱并不是控制。 第四件,不要翻就账。 曾经我看到过一个话题,话题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,最害怕什么? 其中有一位网友回复说,那就是翻就账了。 两人生活在一起,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。 但是如果两人每次吵架,都要把一些旧的事情拿出来吵。 吵的人难受,听的人也难受,一点点小事会变成大事。 这样子的伴侣已经不算是伴侣,那是怨偶。 很多事情我们就没必要去追究过往的种种,就让它过去了。 正所谓往事如云烟,昨天的事情,那是昨天的。 我们不能因为有旧账而不停地去翻。 第五件,不要强制孩子站队。 夫妻间闹矛盾,对孩子来说影响是最深的。 部分家长吵架,还逼着孩子站队,以为有了孩子的帮助,就算是这场吵架胜利了。 虽然吵架胜利了,但是却输掉了孩子的人生。 长大后,孩子会跟着你的模样学你,他们会变得不太信任感情。 所以说,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,这句话是一点没有说错。 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总是把一些恩怨扯到孩子身上。 第六件,不要单独做决定。 结婚后两个人要一起拿主意才行。 两人互相商量,互相谦让,这样子的婚姻才是比较合适的。 不光是婚姻,其实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思想。 你有你的想法,我也有我的主张。 两个人有商量,有讨论,有争吵,那都是正常的现象。 不能一意孤行,婚姻需要有谦让才行。 夫妻两人要想过得合适,那么就需要互相欣赏,结伴同行。 第七件,不要刻意放大负面情绪。 如果我们刻意去放大生活中的一些负面情绪, 那么只会落得一地鸡毛,最后的后果非常严重。 生活中因为一点小事就大骂伴侣,朝伴侣发脾气。 那么两人的关系肯定是会不好的。 很多东西就是越炒会越激烈,最后索性是破罐子破摔,离婚收场。 很多坏情绪,最后买单都是自己。 看着好像你在一次次的争吵中都获胜了,但对方都记下了, 最后两败俱伤,对彼此也不关心了。 人和人之间最忌惮的就是不关心,不参与。 两个人看起来多恩爱,实际上都互相在做着自己的事情。 这个裂缝也在慢慢滋长,曾经的热爱都变成了过眼云烟, 渐行渐远,两人应该互相肝胆相守。 第八件,有矛盾时不沟通解决,而是采取冷战。 婚姻里的冷暴力最伤害婚姻,看似没有大的冲突, 却在默默中,安静中,彼此压抑,损伤感情。 如果说,婚姻中的暴力是直接破坏感情的话, 而冷暴力就仿佛无打骗中高手过招时使用的内功, 无形中给对方伤到最深。 伤口是从内部产生的,这种伤也最难治愈。 所以说,夫妻之间,不管本身的感情是深是浅, 在有矛盾的时候,一定要及时地沟通, 充分地表达自己,充分地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, 然后好好商议,找到解决的办法, 一定不要采取冷战,冷暴力的方式处理。 第九件,对对方不满意,动不动就用身体惩罚。 夫妻本是两个不同家庭, 各自成长起来的人,各自的生活习惯, 思维方式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。 所以,在一起生活之后,难免不遇到问题, 难免不对对方失望。 当对方的行为达不到我们满意的时候, 我们最常见的方式可能就是吵架,生气,表达不满。 但有一种人,特别是一些女人, 在对男人不满意的时候, 往往会拿出杀手锏,就是采取身体惩罚, 不让男人进卧室让其睡沙发, 或者虽然在一起,也不让对方亲近, 用身体上的拒绝,达到让对方屈服认错的目的。 但这种方式,用得久了,容易让一方失望, 从而赌气拒绝夫妻生活,造成婚姻更严重的矛盾, 严重的,可能就在婚外另外找人了。 所以,夫妻之间,一定不要动不动就用身体惩罚对方。 婚姻中,我们应该互相关怀, 这样的一个凡尘烟火中, 我们才能看得花开花落。 婚姻就像是搜雕刻的船, 看你怎么去欣赏, 又怎么去驾驭。 每个人走进婚姻, 都是一个船长, 扬帆起航, 这艘船能不能开得更远, 全看你自己。 所以说夫妻双方做事, 说话的尺度都需要把控好, 婚姻不是儿戏。 如果我们在婚姻中做错, 或者说错了一些事情, 时光也不会倒流。 所以说,日常的琐碎, 我们也要去学着去享受, 与朋友共勉。